TOP 年年熊 又同時遠方來 我們在島路上有酒有肉有沒有法代 PNC 617 我們衝不塞的紙球超過200公里 他媽給我接著 衝不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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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YYDS寵物溝通師 我是617 我是PNC 帥啊今天來了一個歷史級來賓 但我們你有幸知道我們是嘻哈 比較嘻哈音樂的節目 對 還很嘻哈 我覺得你超嘻哈 還好啦 之前喜歡嘻哈現在不敢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不敢壞壞啊太辣了 不過你看起來還是很壞 有嗎 我覺得我很喜歡跟人家說 長得壞的話 那你要特別壞 你看起來就跟那個白狼很熟 對 其實你知道我爸 跟白狼以前是鄰居嗎 喔 好等一下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來賓是 蔣有青 講不聽 講不聽 對 大家如果不知道蔣有青是誰的話 去查一下Google吧 你介紹一下 我哥哥 你自己介紹一下 我是蔣有青 應該說是蔣家第四代 蔣有伯的弟弟 每個人都說喔 你是蔣有伯的弟弟 所以就用那個方式來 蔣經國的孫子 蔣經國孫子 蔣中正的真孫 中正經典堂是我的真祖 他的真祖 他的真祖附在硬壁上 對啊 對啊 對嘛 對啊 兩三輪租在 不然是十元現在還是一元 十元現在還是 對啊 聽說十元現在變孫中山了 還是我們連署 兩個都有 還是我們連署之後換成你的臉 哈哈哈哈 我覺得你是長得最像蔣中正的 你就拿個十塊刷 欸欸做啊做啊 其實 太屌了 太屌 我以前真的會像那樣子 你阿公過世的時候你還沒出生 對啊 就是蔣經國 所以你沒有遇過他 沒有 就比較差 好像差了一兩年而已嗎 我其實不知道欸 我出生的時候也沒有記憶啊 他出生的時候他就 後來就被丟到國外去了嗎 你在台灣出生嗎 沒有 加州 你在加州 所以你從小就在國外了 對啊 那你認識LA Boy嗎 我是住北邊 黃麗成 講我以前做過的 其實我認識黃麗成 你認識黃麗成 那個不熟 喔 在美國認識的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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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認識的 Jeff大哥他還蠻屌的 對他蠻屌的 對他蠻屌的 台灣最有錢的藝人 真的嗎 應該除了周杰倫以外最有錢 我覺得 幹我每次看到他 他是一個黃麗成 他一個助理 然後一桌妹 對一桌妹 Oh my god 以後有這種局可以找下 哈哈哈哈 對一桌妹 對啊 對啊 那我們今天就想 其實我們今天那個寵物公司要轉型 我們要找一些嘻哈的人來 沒有沒有轉型 我們一直都是 各個領域 但是我們嘻哈也不一定是音樂嘻哈 精神 精神嘻哈 我覺得你是很精神嘻哈的 對精神 太棒了太棒了 對那你在 你在美國幾歲回台灣的 十五歲 十五歲 對然後就被拍到 十四歲 就被拍到一個側臉 我幹嘛我阿公是蔣公正你幹嘛 幹我什麼事 我不知道 我覺得新聞我看到你其實 感覺出來你心動有很多壓抑 那是以前 因為我本來以前很反抗這個東西 反抗體制 包袱啊 為什麼我要像這樣子 我明明就沒有跟別人差多少 但是你每個人都要叮我 你想要跟大家一樣對不對 我就有點在故意嘛 然後到後面我又覺得 喔 我好像要接受這個事實 因為我好像從我媽的音道生出來 就是歷史之一 對 我就接受完之後 好像各個東西都變順了 欸對 你的心態調整了嘛 對不對 就像很多外國人他從小在台灣長大 可是他就是不會講英文 外國臉孔講出來就是中文 可是大家都很想要別人把他 當台灣人看待 這是一樣的意思 對 就像路西派最近漸漸走出 不是吳宗憲的兒子 對 對 我們一個另外一個團體 我們有一個朋友好朋友 是路西派 是吳宗憲的兒子 他之前在網路上發文說 他想要炸市政府 喔那個 跟你一樣類似的事情 那個那個 那個壯的那個嗎 胖胖的 一個胖胖的 你沒有很胖還好啦 我也是美國的那個喔 等一下你去美國他也去 路西派有在美國 喔對去美國 他是Berkeley音樂圈 不是美國的那個 有一個美國也是一個藝人 喔孫安佐 不是 不是孫彭 孫安佐是那個拿槍在學校那個 做一些武器 我真的不知道 我其實 中文不好 所以我聽很多名字 我也不知道 我很中文不錯啊我覺得 表達那個還好 他我剛剛line溝通的時候 他是說聽得懂 但是寫不太行 喔對阿 所以我才說那個 陳老師跟六一七 我這樣比較好記 你跟我說你真的名字的話 對 我會記個我會超尷尬 綽號比較好記 對綽號比較好記 我會記個老半天超尷尬的 對 那我們就回到他當初發生事情 我們來瞭解一下 好 當初為什麼 你會再發文要去 要去發這些比較有一些 我 first of all 仇恨的言論 那個時候 我也不是那個意思 你幾歲 你可以先講為什麼你會有這個 19 20歲 那個時候我在美國 美國學校有多放 so what happened was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在學校被虐待 對 我有一個受傷 我就跟 是同學還是老師 老師 他們怎麼虐待你 老師 so then I was like 我怕我被告 沒關係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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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人看 沒那麼多人看 沒那麼多人看 很多人看好不好 上一次他把的就是美國學生 就像這樣子透過媒體 然後就開始告我 對 所以我不敢有instagram那些東西 but 你就照實講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因為那個時候 I guess 我去醫院的那個醫療單不見了 對 so 我又去美國學校 然後我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 受了一個傷 我跟那個 那個教練說 我不能夠打這個比賽 橄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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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然後 我就說不能打 然後他說我不打的話 他就給我退學 然後打下去 然後 可是你受傷 對啊 對啊 就那個時候我的腳踝腫起來 對 然後以我的記憶 人家是說打完之後 我的骨頭碎了 嗯 我的腳踝碎了 對 然後造成我很嚴重的脊椎測完 我要去那邊跟他們 聊這個事情 對 然後聊完之後他們就 發了一個email說 喔 你不要回來 然後就是 basically it was like 我們會處理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處理的什麼意思 but I guess 沒有錯過就是 上了新聞啊 然後 我卡了 妨害制搖跟恐嚇威脅罪啊 什麼啊 對啊 可是他們沒有去 去 就是追根究理 說到底學校為什麼會 嗯 我覺得不是那個問題啊 例如說他 媒體報告一直跟我說 我要炸掉一個學校 對 然後所以我卡了一個恐嚇威脅罪 但是 如果我在恐嚇威脅的人的話 我怎麼開頭會說 譬如我有 好譬如啊 那時候如果說譬如我有槍 我有炸彈 我有刀 那如果 如果我是說譬如的話 你說假設而已嗎 那不就是一個假設嗎 那你就太 那時候可能太生氣了 對啊 在台灣那個 有沒有 民進黨對你比較不友善 還是還好 我覺得有可能是文化的問題 這個話題真的會整個 我不知道民進黨是如何 因為我沒有什麼 他完全沒有在涉獵政治喔 沒有比如說 你說你會遇到一些 可能他是民進黨 有沒有對你比較 Oh yeah 民進黨 無人有可能挺民進黨的 Oh definitely 例如說用台語溝通啊 或者 什麼什麼 我在拳館本來就是像這樣子 被揍了超多次 我幾個肋骨沒了 然後我 被揍到肋骨沒了 對啊 你看我的嘴上這邊 嘴上 哇你真的很喜愛 對啊 超誇張的 就像一個電影一樣 所以他揍了我的肋骨 然後我的肋骨就腫起來了 然後退了之後 真的是一個拳贏在我的肋骨 哇 對啊 你應該去打拳上的 哈哈 台灣2part 就是找 找那個毛澤東的後代 有一個肥肥的 跟他跟你打 我不知道我要跟誰打 不過我那個時候 全上怎麼沒有找你 有找我啊 有找你為什麼不打 有找我啊 因為我那個時候全上 那我至少要個20萬還是什麼吧 6A7 20萬太少了啊 人家跟我說20萬太多了 I'm like 哪有Toys都1000多萬了 對啊 對啊 那我20萬 講家後代至少要拿800萬吧 哈哈 沒有媒體操控 對 但原本要找 找你打誰 我不知道一個什麼職業選手 那你可能會被打到 那他拿過一點 聽說那個職業選手 是來 都是假的 都假的 都做假的 做人不知道 對啊 欸 那你跟你爸的記憶很深刻嗎 你爸在你幾歲走的 6歲 所以你跟他有那個記憶嗎 I mean sure 因為那個時候我覺得 其實我跟他接觸的時間 比我哥還多一點 喔真的喔 因為那個時候他有癌症 然後在美國 所以他每天都在家 在美國 然後都是我在陪他 喔 我哥在成長的時候 我爸是大生意老闆 左跑 右跑 不知道跑去哪裡 你爸是蔣孝 蔣孝勇 蔣孝勇 那你知道 你知道你的那些叔叔嗎 其實我們家庭很不熟 一定的大家族都這樣 對大家族都這樣 好像 因為你會被這樣子看是因為 你那些叔叔真的太趕了 你知道蔣孝勇啊 蔣孝文他們都是 聽說 超級堅 他們都派殺手去殺江南 不是他們 他們是在平常路上就很堅 他是今天要追一個女生 追不到他開槍把男打死 然後叫人家去頂罪 真的很堅 他們超堅 你叔叔超堅 有聽說 就是那種他是隨身帶槍 然後不爽亂打 所以他跑去日本 所以他最後被送去日本 因為他好像回家的時候 開會這樣 你叔叔都很堅 而且那個時候還在 就是 還是威權統治下 然後他們 你幾個叔叔讀軍校 然後他就是 軍校不是大家六點要起床 然後他們就直接睡到中午去吃飯 然後整個學校沒有人敢怎麼樣 就是很久以前了對不對 那個江南安就是他們搞出來的 跟江青果搞出來的 對啊 我覺得你背負的東西很多 所以蠻辛苦的 我覺得抱怨好浪費時間 真的 嘻哈 我覺得你現在也接受了對不對 反正你也沒有在 我上這個節目 我很怕這個突然會變成一個 心理治療的一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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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在問我這些問題 然後我突然講太多的話 突然就真的變成 不是我們是 我們兩個是粉絲 對我們是粉絲 我的偶像是蔣經國 我的偶像也是蔣經國 對 十大建設 375簡書 他是有史以來做最好的總統 對 台灣 可惜你沒見到他 對 我爸的偶像也是 你爸的偶像也是蔣經國 對 讚 蔣經國有很多粉絲 對蔣經國有很多 因為我免費中文課程上了兩年 因為蔣經國 對 對 他跟蔡英文不一樣 蔡英文出來都要一堆人保護他 蔣經國都不用了 有嗎 蔣經國不用了 蔣經國都是那個 穿個雨鞋 對 他很親民 然後就採收 這樣子 他死掉的時候大家都在哭 台灣人民都哭 對啊 陳水邊死了沒有人會哭 哈哈哈哈 有啊他台南的 台南的幾個會 李登輝才死 對 李登輝前幾年 他就是你阿公的學生 他是蔣經國的學生 對 李登輝跟我家也有淵源 真的喔 對 李登輝的老婆是我奶奶的姐姐 曾文慧 曾文慧 是你奶奶的姐姐 對對對 我的媽呀 你那個名門望族耶 也還好 我奶奶的爸爸 是林家花園的總管家 喔 對 難怪你以前都不缺錢 當然啦 哈哈哈哈 真的老師偷漏了 呃 可以再有錢了 誰不想再有錢 那我想問就是 你爸爸過世的時候 有留給你們遺產吧 其實很亂 有沒有發現 東京有一棟房子之類的 喔沒有 都沒有 很多東西都被幹走了 就都被旁邊的人幹走了 那 例如說 有 可是你爸不是只有一個老婆嗎 對啊 不就是 I don't know I guess like 生意老闆就 人頭啊 人頭就幹走一些東西啊 然後 例如說 我們本來有一個房子 在天母西屋那邊 應該可以轉到他的名字 下 但是因為他住了19年 6個月 他死了 沒有到滿20年 所以他們就把房子拿回去了 收回去之後 現在變大樓了 喔 就被國家拿走 如果我是地主的話 那你有被分到嗎 還是有 沒有啊 你沒有被分到 沒有啊 例如說四靈館底本來也是我們在 我們在經營的 四靈館底 對啊 然後那邊一天有 好像30萬的售票 一毛錢都沒收到 都沒收到 一四靈館一天有30萬的售票 前面被國家拿走 對啊文化局啊 幹 文化局要搶他們獎家 國家都會搶獎家 大家平均黨就會說 獎家搶台灣土地 對啊 真的 平均黨一定會這樣 也對啦 很矛盾 我的想法是像這樣子 但是故宮博物院有多少他阿公拿來的 對啊 偷來的 你知道故宮博物院全部都是拿過來的 全都你們家的 黃金的底也是 對啊 所以你爸爸過世的時候 你都沒有分到任何東西 還是有吧 很亂 很亂 就有沒有分到個一兩百萬之類 有吧 有吧 太少了吧 獎家後代分到一兩百萬 一兩百萬 有一點太低估了吧 對啊 有三千萬吧 就是很亂 有個三千萬吧 我到現在真的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知道也不會跟我們說 我看戶頭根本沒在看 零零零的 太多不算了 是留給我媽的 可是 你從以前到現在 你有做過什麼工作 做什麼工作 專工 你終於從學校 就是美國學校之後 我其實基本來說沒有工作 我很爽 例如說我第一次一天 我覺得像你這麼real很棒 我基本來說沒有工作 跟我一樣 我從小到大我都沒什麼工作 基本來說沒有工作 我第一次一天賺一百萬 我才六歲 第一 為什麼賺一百萬 賣屁股 二十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跟家庭婚禮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爸過世 我一直在跟人家打牌 那是不是人家讓你了 然後 我不知道 他被殺吧 然後到那個時候 人家都 我有點出名了 那大家都想讓我當莊 然後就是一個一個來賭 六歲完二十一點賺一百萬 六歲 六歲賺第一桶金 不只 不只一百萬 我分到 我分到大概一百萬 六歲賺第一桶金 六歲賺第一桶金 六歲賺一百萬 人家可能三十歲第一桶金 對對對 all types of crazy shit 那你那些錢就六歲就存起來了嗎 先給我媽 還是買什麼戰鬥陀螺 四序車 還是花完了 現在花完了 你直接把錢給你媽媽 先借給我媽 對 然後他再還我 你媽也不用借 你媽那個錢 like I said 很亂 剛剛開始的時候 我爸剛過世的時候 什麼都沒有 對 然後到後面 就是那個你爸過世之後 然後有很長一段時間 大家都在搶那個東西 在爭來爭去 一定的 有 我真的 有可能是他賬也離不清吧 對 離不清 就是也不知道什麼是什麼 所以因為第三代也就都沒了 第三代也都沒 可是他都沒工作啊 有幾天 幹嘛工作啊 還是有東西吧 有幾天 整個中國的精華 所以你從學校畢業到現在 幾乎就沒工作 沒有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啊 那你要不要做饒舌 人家有問過我 你滿適合的 你跟我們一起啊 但是 我發覺一個東西 是你們都是用中文饒舌 在台灣吃 NO 現在很多人唱英文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唱英文 不敢不敢 我現在不敢 你知道我們兩個在饒舌圈 算蠻有名的 我知道 我有看 我有看你的那個 XCAM 617還滿屌的 怎麼會來找我 我覺得自己覺得 你才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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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唱饒舌 不同一樣 不同一樣的屌 饒舌界的彭于晏 很多人 很多人確實喜歡你 我是很多酸民 沒有人很喜歡他 還好 你想太多了 大家都很討厭他 我們三個酸民都很多 我酸民很少現在 你不要把我拉 你知道他以前有打過林俊傑 對對對 那時候酸民很多 對我那時候酸民很多 可是後來 就是林俊傑就是 出事了 出事之後我就 他怎麼啊 你就變神了 他就一直亂幹妹啊 後來我就變 他們那些 人家覺得 生先知啊 對對對 所以我可能過個幾年之後 我可能也變先知 你不可能 你就是一個仇女 仇女言論的一個 媽的男而已 因為他常常會發一些 就是誤化 講女生誤化自己啊 什麼的 女生就會去罵他這樣 對對對 那個Dress 你有用Dress嗎 沒有 但你有IG 我完全不敢用IG 那怎麼聯絡你 LINE 但你在美國你有用Facebook Whatsapp 現在沒有了 我Facebook也關掉了 你為什麼 為什麼不敢用 你覺得不想 你怕你會發文 會罵人 就發杯新聞吧 就上美博學校上一次那個之後 我就什麼都關掉不敢用 對對對 他如果講了什麼 會被截圖 一招被蛇咬十年罵草神 截圖上新聞 不是啊 你現在辦一個哪有差 你現在不要講 然後其實我從小都對那個 拍攝有恐懼症 這邊會嗎 還好吧 還是會 但是我覺得就是不一樣 就是你叫我自己創 創那些影集啊 剪片啊 然後看毒酸民 還有什麼類似 你叫人家弄就好 你就會發瘋了 要花錢 不用花錢 不用花錢 我們兩個幫你弄 那你第一次在台灣被拍那個 穿著一個背心 然後很生氣那個 那個是幾歲回來的時候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因為 即使你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我沒有到太嚴重嗎 我基本來說都沒有看 你沒有看 我也看不懂啊 那很屌 我是大概 二十二二十三歲才會開始讀寫中文 所以前面我根本都不知道有新聞啊 還有什麼類似 通常 有一次是在你家外面你被圍住啊 喔 那個時候是美國學校的事情啊 對啊 那後來你還跑步摔跤什麼的 對對對 對啊 你幹嘛跑 幹 因為 問你一個問題 你卡一個官司 然後你一出來 你知道兩千三百萬個人 你要看你後面說的話 你不會緊張嗎 那時候你不要跑 你要學突怕吐口水 就是吐他們口水 whatever 沒什麼大事啊 然後過去的事情 就只能 對啊 我看你之後還 你還之後你媽是不是叫你去當 馬英九的翻譯 你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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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去總統府 另外一個人的翻譯 你有工作 因為我有看網路你自己 之後有去當翻譯 你有當那個NBA的翻譯 偶爾小 小案子啊 又不是真的工作 基本來說就是 就在 很多人都會說的 像他們有工作一樣 但我覺得 有可能並不是 例如說我可以說 我在創公司啊 那是工作嗎 我不覺得是 就亂講的 很free 很real 我就沒工作 沒工作就沒工作 不要創公司嗎 那我真的有在創公司啊 那我創公司就算有工作嗎 那如果我有工作的話 為什麼現在下午 坐在這邊跟你們在聊天 對對對 你這個 你創公司是幫派 我可以加入你幫派 好不好 我加入你幫派 你公司都在玩21點啊 有青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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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幫 青幫 去哪裡都有 我們加入 我們加入 有青幫 我們當左右護法 有北伐軍團 為什麼你要叫自己 北伐軍團 不是我叫的 是誰幫你取的 小潘啊 喔 對啊 因為蔣中正 蔣中正北伐 這屌的蠻屌 這名字蠻屌的 剛好 然後就是 他現在開始用他的這個身分 來 來打拳擊 蠻屌的 但你 人家找你去比賽 就是馬上說好 你練了多久 那個boxing 七八年 九年 練很久 武術 我從 我已經練了27年了 你以前練什麼武術 空手道 空手道 我看那個小胖被你扁得蠻慘的 被我扁得蠻慘的 你在哪看 你去全院那個網路 YouTube 小胖沒被 小胖 有一個胖胖的 對對對 那個成績差太多了 被你扁得蠻慘的 那其實是我第一次真的有一點失控 我通常 因為我 我個人是覺得練拳你是在練技術 不是在找人家幹架 你為什麼失控 他賽前有跟你 其實我前幾個月 我輸了一個比賽 然後我就覺得我不夠激烈 然後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去那邊北伐軍團 童子軍 我在 現在 我本來在帶 然後現在他 他 有點太強了 然後 然後 小胖是我的副將 那小胖打得那麼屌 童子軍打得那麼屌 然後總司令 漏氣輸掉還是什麼 你不會覺得很不合理嗎 不會啊 總司令就是總司令 總司令 發號司令就好 其實 其實人家 就是小胖也有說 總司令一定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程度 才可以稱呼總司令 因為別的軍人死掉的時候 因為英國女王的女兒也是女王啊 你就總司令啊 你就總司令 我其實 我其實覺得 有家族這樣治國 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雖然會有一些權貴啊 但他們至少會有使命感 就不能讓這個家族丟臉 對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草根上來 像陳水扁上來 你想貪多少還沒有人管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的人 你跟江老伯都一直想要脫離這個蔣家的那個 有嗎 還好吧 我覺得我們 我之前是非常不重視蔣家這個東西 就你們不會干涉政治了 但是我覺得 友伯非常重視 他非常非常重視 他重視蔣家的這個形象 對啊 就你不太 Don't give a fuck 我現在開始了 我之前就是 其實是有點在反對這個 這個情況 就是友伯覺得不能丟臉這樣 對啊 啊你是覺得沒差 反正出去想打誰就打誰 Something like that it's just like 為什麼人家可以過得像這樣 我也沒多誇張 那你咬我幹嘛 靠咬啊 那你跟你的友常哥哥熟嗎 都 都 還蠻熟的吧 小的時候都有接觸 大的時候就有一點 喔 大的時候就各做各的 對啊 對啊 所以你跟江老伯現在也很少聯絡 嗯 因為有一次 我們之前很常吵架 對啊 對 因為有一次電視訪問就問他說 終於也沒講話 你弟弟怎麼樣 嗯 然後他就說請江老伯全身自己負責啊 他已經長大了 對他已經長大了 對對對對對 就是 我覺得這有可能也是一部分是太多 太多人關注 所以就很不好 他的形象是他 我的那個之前的形象 他很反對這種形象 對 所以如果他被看到 他跟我很好的話 喔 那你不會覺得 就有一點像他 他的下掰 還是什麼類似的 喔 也有可能 有可能不行 我個人不知道 我太少跟你說話 你們兄弟間的事 推論而已 對 反正 江友伯他也是常常帶妹被拍到 還好啊 誰沒帶妹 誰不帶妹 誰不帶妹 我妹妹啊 對啊 我覺得他就是 有啊你就跟房主名一起就有妹 喔 對對對 房主名一堆妹 他的新聞就是 除了暴走之外 然後就是結婚了 後來 我新聞上有五個女朋友 全部都是同一個 很專情嘛 你很專情 他們稱呼五個不同樣的 只是穿不一樣被拍到而已 對啊 你有去過大陸嗎 才從大陸回來的 喔 你去哪裡 深圳 你有被統戰嗎 有人來找你嗎 其實大陸對我很溫柔 我覺得 要統戰的人都是台灣人 要搞我的人都是台灣人 怎樣溫柔 他帶你去 那個 溫柔鄉 帶你去酒店還是什麼 怎樣溫柔 就是很明顯 就是例如說 喔我跟你聊天 你應該可以感覺出來 我對你沒有什麼 負面的情緒 所以那些 會有一些高官去接待你 是不是 有幾次有啊 我有 我有 對啊 但是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不是那個問題 就是你在路人 你也知道有一些 就是對你有敵意 就非常非常明顯 但是有時候你就覺得 喔這個人對我滿善良的 就是那個溫柔不是 對我們兩個也對你滿善良的 對啊對啊 對我們很friendly 不過很明顯可以感覺得出來 他他是外省人 對 不過我覺得認真 外省人跟本省人 對你世代住在台灣 你就是本省人 我們這個年代已經沒差了 我根本沒有在看什麼外省人 外省人本省人 就是他這種人才會去問說 你本省人還外省人 像老人有沒有 就是那種爸爸年紀才會這樣問 不是就是我覺得那個 有外省人的爸爸比較會懂的那個感覺 對就是懂得那個 以前眷村很辛苦的那個感覺 就是你一來 外省人也很辛苦吧 對 都很辛苦 只要是人都很辛苦 當然就是你 你不會講台語 然後你在 你在台灣一個地方 你會有一種 微微被排擠的感覺 其實台語是閩南語啊 對啊 閩南語不是中國的嗎 對啊 你說的這種正確啊 對啊 只有原住民才是真正的台灣人 而且我跟你講喔 現在的閩南語 跟那個上古漢語 就是那種唐朝以前講的 會更 比現在的講普通話更近 所以閩南語更中國 你一直在歷史小老師 對 閩南語更中國 對啊 我個人是覺得 那都是操控啊 其實如果跟中國比較和平的話 會對台灣的經濟很發展 沒錯 之前有個什麼經濟條約 中國想要把它撤掉 然後鬧上新聞很嚴重 對啊 沒有我們就是 我們都覺得喔 如果跟中國好 我們會玩國話 可是我跟你們講啦 現在總統這三組 誰當選 到最後中國還都是威脅我們 沒有差啦 對 只是好聲好戲 一個好聲好戲 一個是威脅 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大家好好賺錢 我覺得只是看手段多狠 對啊 我覺得那也是自己的問題啊 就是例如說 台灣是一個 出名溫柔的國家 但是每個 你有沒有發覺台灣人對中國人 每個都有意見 對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你跟我接觸 然後我一直不停的給你意見 然後我超晚到的 然後我不跟你解釋為什麼 然後我對你超級不禮貌的 那你對我的樣子會像什麼樣 就人家只會更不爽 對啊 那你自己如果是你的話 然後我是像那樣子對你的話 然後我在斷你的金流 還是什麼類似的話 你對我的樣子會像什麼樣子 對 就是你越這樣人家就越不爽 那不是就是自己惹出來的問題 對啊 說的像是威脅還是什麼類似 但那不是自己惹出來的問題 對啊 嘴囚嘛 自己嘴囚 但是那個 蔣家真的跟美國關係蠻好的 你在美國有什麼 沒有 特權嗎 沒有 因為你知道以前 以前宋美齡都是一個人 飛機飛過去 然後美國去要錢 然後要超多錢回來 就是你以前整個中國 沒有人可以英文講那麼好 然後就是你 曾祖母 對對對 對對對 我很失望 怎麼說 我沒有他的基因 怎樣你英文不好還是 沒有不是那個問題 他活到一百多歲 他會來法國也想那麼長壽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那麼長壽 因為我的家 你跟他有 沒有學員關係 不是 那你跟他有遇到嗎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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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因為講說梅林他是很養生的人啊 對他很養生 他很養生 我不知道我只覺得 所以你有跟他聊天過嗎 有啊有啊 等到你一百多歲再來上網節目嗎 我是他是他最喜歡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最小 最受寵 那你幾歲他走的 十幾歲吧 所以你們 那你們還聊了很多天 他有跟你講過什麼故事嗎 沒有啊 看他們坐在我的腿上 我的小寶貝啊 什麼什麼抱一抱啊 親一親啊 但他那時候已經一百多歲了 九十幾到一百多 哇宋瑋玲真的很屌 對啊 他是真的是在 他那個家庭很屌 一個是 宋子文啊 一個是 宋家王族 孫中山 對對對 一個是孔家 一個是蔣 孔祥溪 對啊 因為懂喔 對啊 你們兩個歷史都很好 沒有宋家王朝啊 就是他 宋美玲他爸就是在上海超有錢的那種 然後資助孫中山革命 然後資助蔣中正這樣 對啊 而且而且你知道那個開羅會議啊 就是 羅斯福 丘吉爾 史達林 你怎麼知道這麼多歷史 然後蔣經國坐在旁邊 宋美玲幫他翻譯 他讀很多書啊 不是台灣的那個歷史都不能夠學這些東西 我們這個年紀學的 我們這個年紀有學 只是現在全都砍掉了 對嘛 現在就是什麼明朝坐船過來 然後以前都一概不認 我覺得這樣蠻不酷的 嗯 媒體操控吧 我個人是覺得媒體操控 你很討厭媒體對不對 當然了 當然了 超討厭媒體的感覺 你以前也很討厭媒體 我也很討厭媒體 我從小到大 因為到後面我才 人家跟我說 因為他們已經把我放在負面的這個角色 所以我以前 為什麼你每次都會挑我不好聽的話題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 我們才要做這個節目 因為我們不是傳統媒體 我們是新的媒體 這些媒體一直要拍我 然後一直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要這樣嚇他們 打他們這樣 他那個超好笑 我也有過欸 對 他那個很好笑 我嚇他他整個這樣子往後 這樣 他那個我等一下點給你看 那個超好笑 他就跟記者說 聽說台灣的媒體記者是全世界最煩的 最低能的 最低能的 是人妖的一個店 喔人妖 台灣嗎 這台灣嗎 忘記叫什麼 現在在ATT了 就是 就是那個 選美皇后那種 第三星公關吧 對啊 不是那種 那種是賣的 選美皇后那種 I don't know anyways 然後我去那邊 我每次都覺得 幹就是 好不能夠接受 你想玩你的你就玩你的 但是如果不想去你的地方 我也可以不想去你的地方 對啊 那是兩回事 聽他們在說他們的生命的過程 他們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我真的就有點 很像直接帶拳套 真的 就覺得有點噁 我就很想要離開 我尊重你想要離開 但是你這個言論 在這個現在很危險 很危險 現在LGBT他媽的 比他們黨衛軍還多啊 我那個是說媒體 喔媒體 也還好吧 Like I said LGBT我其實跟很多同性也是朋友 喔 嚇死我 我以為你在說選美皇后 我以為你在講 對 我以為你說選美皇后很噁心 就像女生一樣啊 他媽的女生不想要碰她的話 你就不應該不碰她 還是什麼類似的吧 那我跟同性也是一樣 喔我可以跟你交朋友啊 聊個天 那我無所謂啊 就不要碰我 就結束啊 我覺得 互相尊重 你不要人家講什麼就是一直出征人家 互相尊重下嗎 你也可以尊重我很沙文吧 尊重我們 欸我覺得很奇怪 就我小時候 長輩都說 喔像個男生 像個男生 然後突然 你活到三十幾歲 喔像個男生好像是錯的 然後說喔男生就是 可以哭啊 男生就可以很gay啊 男生可以這樣 但是我 我尊重嘛 我尊重嘛 但你不能剝奪我啊 我覺得很爽 因為現在人家都不能夠接受壓力的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能夠接受壓力的人超好做事的 零成本生意他媽都還是做得起來是什麼回事 就真的從零開始 然後就喔 有客戶單了 然後有廠商了什麼都會有 人家都會覺得 喔你可以開公司 因為你有錢還是什麼類似 因為你的家庭背景 但是我都沒有透過我的家庭背景 我也沒有透過錢 我覺得還好你就 現在的包袱有比較輕一點 我覺得很棒 這就是有能就 也不是說有能力跟你以前比 應該是沒能力啦 但是我覺得現在需要能力的程度 沒那麼高 我在說的就是 我在說的是我們小時候 就是可能同學就說 欸那個馬真正 那個馬真正 然後現在 就為什麼不行啊 你現在說馬子就不行了 對啊對啊 男性凝視 女生會不爽啊 我想說 幹你娘 女生常常叫人家渣男 你就沒事了 No 那狗是黃金獵犬 他特別會獵馬子 就像很多女生都說 我們男生都下半身思考 幹他們姐妹淘還不是討論 都說 欸那你男朋友經濟大不大 他們還不是一樣 對啊 欸真的雙標欸 真的雙標 女人都雙標 我說馬子不行啊 你們整天喊渣男就可以 這樣我前女友就雙標 很討厭 那是超雙標的 雙標的時候我就很火 你知道 我想說他媽你講話的時候 不會先想清楚 不過我覺得有可能是 有一些人是吃染的 有一些人是吃硬的 你看吃屌啦 有的時候雙標的人 就是要印給他們看 他們就會進去 我看一個短片超好笑 一個短片就是 女拳然後那個 綁了一個布台這樣子 然後打仗的時候 然後變成在洗碗這樣 我才看到的 我才看到的 很多女生嘴巴一直說 就是女拳女拳 然後其實他們都在做女拳自助餐 對女拳自助餐 然後那個男生要出錢 然後什麼什麼 我想說他 你不是男女拳嗎 對他們有利的就拿 他沒有利的就煩 對啊 我不是討厭女拳 是討厭那種亂用女拳的人 像我前女友 我只要出去幹嘛 都說我出錢 欸 到後來他連下車都不帶錢包 我想說你也好歹有時候 有一種就是讓我有好的感覺 你知道就說 我有的時候也會煩這一天 幹為什麼你每次都不帶錢在身上 不是你做個樣子嘛 做個樣子都沒關係 做個樣子嘛 不是一個我要你出錢 就是他媽的我差個一兩百塊 我不想找零錢不行嗎 對 完了完了要離婚了 要離婚了 要離婚了 Oh no 我記得你老婆很漂亮啊 對啊 自己老婆不是也是千金嗎 怎麼認識 就是家裡有錢 就是賣藝藥其實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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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老婆都不帶錢包現在 很常不帶錢包啊 對啊為什麼會這樣 還是她 我本來真的賺很多錢 對 沒工作真的賺很多錢 我在投資股票 我一個月大概賺個五六十萬 你都有內線消息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我錢你幫我 幫我投資 現在不順了 但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時候剛好是2009年 我很可惜賣掉我蘋果股票 你玩美股喔 對啊我一百萬放在蘋果股票 現在就已經五億了 真的假的啦 對啊 那你現在還有投資 那個股票還有賺嗎 再賺回來了 美股喔 你玩美股 等一下我轉一百萬給你 喔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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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你就轉給他 然後隔天說 欸 沒掉了 你只敢怎樣 我不敢怎樣 人家白狼來找你 友情堂欸 友情堂 我們是那個會眾啊 玉青幫 喔玉青幫 對玉青幫 對啊 可以啦你可以轉給他200啊 你幫我投資 一千萬都可以了 然後給你抽趴 OK 要不要 因為感覺還蠻會投資股票的 我其實蠻正當的 對 我不怕錢被他拗啊 你有玩虛擬幣嗎 我有玩過啊 我還上新聞了 喔NFT 喔對 對他那時候還恐嚇 因為那個 那個人恐嚇我 不是我恐嚇他啊 喔對他恐嚇你 然後可是那個人沒有被起訴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其實算恐嚇 對啊 所以他說那個saying 他什麼輪椅的 他說他剛剛想說 喔你趕快去準備 挑你最舒服的輪椅什麼 那什麼明星恐嚇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美國學校 在告我的時候 我在那邊說實話 人家不信 喔你被起訴 那我就覺得 我認真啊 如果我要恐嚇為什麼 我跟你講法官檢察官是民進黨的啦 對啊 實法的 其實 我看新聞 士林地檢署的檢察官都髒的 對啊 都髒的啊 沒有沒有沒有 都是 士林 士檢新北檢都髒 不是嗎 我記得跟那個郭哲明 什麼那個新聞鬧得很大 然後他還把他放出國 還是什麼類似的 都很髒啊 對啊 對啊 他們檢察官的工作就是不斷起訴人 因為他們起訴成功就有錢可以拿 真的嗎 對啊 但是不起訴 那為什麼不起訴 沒關係 他就是要起訴你啊 你沒罪他也要起訴你 我們這個節目 兩三萬人看很好 不然大家會出事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很不敢說太多 我們沒事 我們嘻哈頻道 我們沒有在怕刑法的啦 好不好 我們不怕法律 因為我們沒有指名道姓 我們已經看過法律了 我說法官怎麼樣 我們沒有指名道姓 那也不是那個問題啊 那不是媒體上報的 那又不是我 我又不是說我看到什麼 真的我以為 我個人以為我是看新聞 我記得我是看新聞看到的 什麼 士林地方法院 什麼高 拿 有去招待所 對啊 那又不是 我說的 那個是真的 那也不是我找的 然後之後不是郭哲民還 那是什麼 禁止出境然後可以離開嗎 對啊 對啊 他洗錢一百多億啊 對啊 然後回來 那就是檢察官放他出去的啊 對啊 對啊 那檢察官有拿錢 應該吧 就是有 就是有 不然怎麼可能放出去 不然怎麼放出去 我上你們的節目的時候 我就在很怕 這個會變成一個 心理治療的一個 一個 Session還是什麼類似的 我說太多 我等一下我自己就慘了 不會啦 不會 你說的其實新聞都有報 對 新聞都有報 而且大家明眼都看得出來 喔 美國學校那個 我沒有證據 那是我的記憶 對 那是我的記憶 我沒有證據 你已經畢業很久了 你已經畢業很久了 我只是怕他們等一下回來又開始告我 幹 他們上一次告我好像告個五千萬 還是七千萬 你這麼缺錢啊 然後 最誇張的事情是你看他們報的費 你讓我們的校長很害怕 所以他把他一整個家庭做頭頂 然後去住五星級飯店 住了兩個禮拜 然後跟你申請賠償 對 那你趕快威脅我一下 我去住兩個禮拜 我學校的校長滿費的 我個人的感受是 如果你真的被恐嚇威脅到的話 你哪敢 你哪敢就要這樣子告啊 對啊 那是一個流氓正在恐嚇威脅 你真的會告訴他說 我出國了 所以你們家真的有賠錢 那次我沒賠 那次沒賠 幹美國學校怎麼吃相那麼難看 那個時候是 是因為 我忘記是什麼 你說田母那間嗎 對啊 幹吃相難看 因為現在這集正好 也是隔這麼多年 你把這個內幕講出來 也好啊 對啊 讓大家知道美國學校 其實是這麼骯髒的 你不要這樣 等一下他又被起訴 美國學校這樣真的很骯髒 聽說是蠻浪髒的 但我不知道 都是那個是什麼 傳語吧 傳聞 沒有啦 只要是像學校啦 黨啦 然後什麼 什麼部門 你只要是最上面的人都很髒啦 都一樣啦 都一樣 黨幫派門 什麼這些都一樣 那你老婆有在上班嗎 有 你不上班 她上班 她在哪裡上班 她在做運動媒體 你不是最台灣媒體 運動媒體 無所謂 你說台灣的籃球棒球那種 就是 業餘比賽吧 例如說奧林匹克啊 所以你去打那個Boxing 他很支持你 是不是 非常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他非常不喜歡看我被打 他如果我揍人的話 他會很開心 但是我被揍的時候 雙標雙標 對啊 這是要標一下 我老婆其實是蠻瘋狂的 她跟你一樣大嗎 比我大三歲 那你是怎麼認識的 路邊 路邊是什麼 什麼認識的 牆辱名女 她在 其實 跟她叔叔一樣 其實她本來打算是一個夜情 然後變成一輩子的情 什麼意思 你這可以講 本來應該是一個夜情 然後變成一輩子的情 我覺得還蠻Romantic OK 你用夜情這個形容有可能不好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反正你們是先 先把飯組了 在那個 這不是聽起來像那個 那個是什麼 童話故事嗎 Flove at first sight 第一天就是 沒有夜情這三個字 對啊 就是第一天 跟這個女生在一起 就一輩子了 還real 我都替她擔心了 比較真實款的 所以代表你們當天就發生關係了 對啊 然後你表現很好 她覺得要結婚 沒有沒有沒有 她其實要把我給甩了 但是甩不掉 她要把你甩掉 就是你們發生關係完 你就暈船了 你就喜歡她了 然後她很上道 她覺得不能再做了 她想把你甩了 她就很努力把我甩 到這邊甩一個成功 甩不成功 那你們有要生小孩嗎 想但是小孩子真的很貴 還是已經有了 很貴 你都不用上班 小孩子真的很貴 不貴 先生一個 你就生一個 以後炸美國學校 真的炸 叫她去讀 然後把他們全部弄垮 真的到大學 讀書 如果不是讀市立學校的話 是很貴的 沒有啦 我是覺得你把小孩送出國很貴 在台灣還好 台灣 不是美國學校 另外一間那種雙旅人學校 一個學期大概三五十萬 你就給你小孩讀公立就好啦 讓他正常人生活 不要讓他再布上你以前的那個 所以你 因為很貴 所以你都射在肚子上 你都沒有射進去 佳明湖 所以你就避孕 因為太貴了 對 可以生的啦 你三十幾歲 我想啊 想啊 還是快射的時候 他就趕快離開 例如說 我老婆也想要那個 那個是什麼 代理孕母 為什麼啊 你們生不了 不是啊 他不想要 他不想要靠自己生 不想切肚子 對啊 五百萬欸 代理孕母要五百萬 對啊 蠻貴的 要到美國的話就五百萬了 還好你六歲就算一百萬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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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再說吧 之後再說吧 很希望 反正他就是不想 他不想從這裡生 努力衝失業 沒關係你先好好打拳 不然腳會軟 其實 真的蠻有道理的 真的嗎 你的勾拳很犀利 他拳很重 你的護格 你的護格不錯 他拳偏重 你有在練腿的嗎 還是 深蹲 不是我說你有在練踢技的嗎 我本來有啊 我的底是空手道啊 空手道其實很像跆拳道 大家後來就練boxing 蠻不錯的 你很想看他 上真的大比賽打 對啊 I know right 之後拳上還有機會的話 真的 一定要答應 推介一下 一定要答應 錢少沒關係 跟瘦子打 我覺得他可以 他的成績跟瘦子 你知道瘦子跟我老婆的姊妹 在一起過嗎 真的假的 你確定要報這麼多料來我們節目 沒有他瘦子就前女友嗎 那也沒怎樣 你也沒報瘦子什麼料 你跟瘦子打 我覺得蠻有看頭的 那你有可能 我幫我老婆姊妹來報仇 所以他有欺負你老婆姊妹 對阿 甚至他們自己在操控阿 對阿 如果沒有人家在問的話 也不會 產生出來 對對對阿 那你在美國 你最喜歡的嘻哈歌手是誰 TUPA BONDEX 喔BONDEX 喔唷 Dogger Dre 其實我很喜歡MNM 我超喜歡BZBON 對阿 他超瘋的 我們敵人懂耶 BONDEX 我們都聽BONDEX 但是現在 現在的歌比較好聽 我覺得以前的比較好聽耶 現在有幾個 那你很酷吧 那個比較潮流的歌 我朋友才從MIAMI回來 他給我聽一些 喔幹好好聽喔 什麼誰唱的 什麼GANA那些喔 不是不是 你喜歡MIGOS嗎 欸不過 不過BONDEX什麼 他剛剛說的真的都是西岸的 對阿對阿 BONDEX很屌阿 Dogger Dre不是阿 Dogger Dre也是西岸的 Dogger Dre也是西岸的 Dogger Dre也是西岸的 Dogger Dre是Long Beach的嗎 那個 有BC的吧 幹BZBON以前超瘋的 然後還把他的弟兄的錢 都全部化光 都是喔 這個歌 這個 Dutiful 這個超好聽 你現在都聽HIPHOP 我現在起本來說 不聽音樂 喔不聽音樂 那你都在幹嘛 我上班 吸收資料 吸收資資源阿 不同樣的東西阿 吸收資源 世紀帝國 吸收幫派 然後來個報價阿 市場價格阿 他是那個 客戶單阿 他你 國小 國小放學你就走在外面阿 然後 要不要加入友情幫 不是友情幫 是友情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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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呃 就跟客戶聯繫阿 開會阿 做一些比較充分的東西 我們很窮 我們很窮阿 有什麼好康的 抱一下 沒有我們就他窮而已 對阿 他很有錢阿 他很有錢阿 我也沒有很有錢 我心裡很富足 講什麼幹話 我心裡很富足阿 我不需要靠人家 欸 你是Christian嗎 不是 但你哥 Christian是什麼 基督徒 你靠基督徒阿 你哥是嗎 他都會拜拜欸 喔 他會拜拜 因為宋美玲 你知道靈良堂 宋美玲蓋的嗎 是嗎 對阿 宋美玲是 蓋 靈良堂超大的 我在靈良堂受洗耶 靈良堂超大的 是宋美玲蓋的 但是你們不是基督徒 呃 本來是阿 那後來怎麼了 後來怎樣 What ended up happening 我突然發覺 因為我在上基督教的課程 你發現沒有神 然後神就 他們說 如果你的前輩做了一個不好的東西 就殺人阿 還是偷東西阿 還是什麼 神會處罰三倍 對 三下倍 那我在想 我的真主婦是蔣宗正耶 那 那 我 那 那我不能信這個叫太多貝人 邏輯派 對 那我不能信這個叫太多貝人 那是我超窮的 所以我還是我試試看秋帝王吧 我說你給我錢 你給我權 你給我名 對 我就開心了 然後開始賺超多錢的 放給 我本來大概2009年到2012年中間 我就放十幾二十萬在抽屜裡面 在裡面隨便亂花 嗯 二三十萬 其實聖經講這句話是 是真的 因為你看像以色列到現在 他們這個罪 就是從亞伯羅漢這時候留下來的 他們現在還在打 對啊 對啊 算喔 算是喔 看似是那個 養鞭在戰爭 可是其實是宗教戰爭 所以 所以你就要信佛教 佛教會原諒你所有的一切 沒有 其實就是要從你這一代斷掉了 沒有 他沒有殺人 他在打拳擊 他如果打拳擊打死人怎麼辦 重點是 他每犯一個罪是三倍 那你想想看 每殺一個人是個罪 偷東西也是個罪 那是以前的生活 本來就是像這樣子 朝代那個時候 對啦 誰沒在殺人 誰沒在 誰沒在 那你殺了那麼多人之後 你要成 每一個人要三個 三代 三代 那到底有幾千代 對啊 不是嗎 那個時候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亂世的時候是真的要殺人 所以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你就不信基督徒 對啊 不然你會那個 那個 殺人的罪會 我那個時候很慘 然後我不信了之後 就變好好的 喔真的喔 對啊 錢也變多了 可是你可以上天堂耶 我寧願在地球上有天堂就好了 喔好 這個觀念好像 可以可以可以 我沒有很完全同意 但我支持你 你寧願你死掉 來之後去一個 你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天堂 還是你寧願在地球上的時候 有你想要開的車子 住你想要開的房子 上你想要的妹 那你開什麼車子 冰室 什麼 G class A A 你怎麼才開A 你應該開麥巴赫啊 對啊 我很想 但是我只買了鞋 那個時候 A什麼 A180嗎 對不對 A180 開麥巴赫吧 A180是沒有屁股的嗎 No 我的有屁股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我看A180 我一直不買 因為我覺得沒有屁股太娘炮了 出了一個 沒屁股 A180有屁股的 對啊 還是買A186 很少見耶 對啊 然後就喔 我本來有A186 真的喔 對我真的本來有A180 那有沒有貼一個豆腐的 A186是那個頭文字D裡面的 送豆腐的車子 你怎麼才開A180 我還以為你都開那個勞斯萊斯 I know right 他這樣子開老實在是也太不適合 沒有啊就爽啊 那是 我覺得你應該開保時捷 還是 我其實覺得保時捷 我走過來有點距離 我還怕我會玩到 其實變成你們玩到 你好像 我到時候他已經坐在這邊了 大哥大哥大哥 不好意思 厲害 沒有 我很開心 謝謝你讓我們加入 郁青棒 我真的覺得那個 你是蔣家最嘻哈的人 最real 最real 扣嘻哈 江友柏其實也蠻嘻哈的 他的外型蠻嘻哈的 他那個台北市長叫什麼名字 講話 我到現在不知道 他長得蠻像我的堂哥 我覺得他跟你們完全長不像 他就是你的堂哥 他其實長得跟江友松很像 但是問題是 我們都沒有驗過基因 要怎麼說 那個時候他們家庭是 不過我不知道要怪誰 因為說不定是我的家庭不願意 不願意 一定不願意 多一個人來分錢誰願意 對啊 你就失聲子嘛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是 透過媒體操控 然後改名字 算嗎 我不知道 無所謂 但是如果 如果他是真的的話 你們就有血緣關係 因為都有蔣經國的血 對啊 歷史小老師講解一下 他其實長得很像江友松 我也覺得 我其實覺得應該有 我講給觀眾聽一下 那個蔣萬安為什麼是失聲子 蔣經國是 好 蔣經國的兒子 他是那個 你爸是蔣孝勇 蔣孝勇 然後總共蔣經國生了 四個小 欸 五個小孩 四個 我記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是不是那個什麼 智仁勇 然後什麼文武 文武智仁勇 你爸是最小的 那蔣萬安這個是什麼出來的 所以他那個小孩是正式 對 那蔣萬安是那個 蔣經國之前在那個 欸 在 還在中國地區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 很漂亮的妹 小三 叫做張雅若 張雅若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就 就跟張雅若生了 那時候是打仗嗎 對打仗 還在大陸的時候 還有我覺得有一點 他好像在他日記裡面有寫 我在幫我朋友包養他的兒子 我就覺得 幹你為什麼會寫這種東西 在你的日記裡 你說蔣經國還蔣宗正 蔣經國 喔 好我先講完 然後生完那個之後 生了張孝顏 然後那個時候蔣宗正 不想認這個 因為蔣經國的老婆是 你確實是一個俄羅斯人 對 他不想認這個 然後他被國民黨的人派特務殺掉 對 所以張孝顏他媽就被幹掉了 然後後來張孝顏就來台灣 然後一開始姓張 然後自己在 後來才認 蔣經國過世才認 所以蔣萬安是 蔣孝顏的兒子 對 所以是你的 外資旁系皇族啊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太複雜了 而且別管了 對啊 反正他也是你的遠方堂哥 如果有認的話 如果有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就沒驗過啊 欸好像之前好像有練欸 我不清楚 好像是跟來鳳化的人 鳳化 鳳化是什麼 就是 他們是浙江鳳化人 鳳化超誇張的 你在那邊你去餐廳裡面 一二三號都是我的親戚 是喔 對啊 哇 他們就是 你看 你看蔣宗正旁邊嫡系 嫡系的親衛隊都是浙江鳳化人 都浙江人 對啊 欸浙江現在也是一個很有錢的省 I don't know 好像有很多省都蠻有錢的 對對浙江人 因為你去那邊的時候 感覺破破爛爛的 嗯 但是好像很多 那你有跟蔣萬安講過話嗎 沒有 蔣萬也有在深蹲啊 哈哈哈哈哈哈 他三年喝半手工薯條 超級好吃 對啊 講話 他自己的證監就在那邊深蹲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啊 在哪 他之前要選台北市長錢 他就一直在教大家要深蹲 叫人家squat 小帳號還是有啊 等一下假一下 等一下假一下 OK 還是你公開你的假帳號 Oh fuck that No way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今天公開蔣友軍小帳 對啊 隔天直接三萬人追蹤 真的 隔天直接比我們兩個後 以後你那邊就發現 你打全的照片就好 對啊 有一個next force999 還是什麼北伐軍團有一個 有一個帳號 對啊 那你是管理者 不是欸 喔不是 以後一定要有一個帳號 你要打全 I know right 我們等一下下的時候加一下 然後說 欸我有蔣友軍的IG喔 不能跟人家講啊 他不想讓人家知道啊 對我不告訴你哪一個 會怕怕 會怕怕 我不告訴你哪一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 育青幫的 我們當然可以 對啊 欸很讚欸很讚欸 老生你還要 欸老生你還要什麼問題 問他 欸我們這樣瞎聊 聊一個小時欸 我 沒有瞎聊 我們很認真在聊啊 聊得很開心啊 聊得很開心啊 老生還有什麼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 就是順順聊下去啊 對啊 對啊 因為 因為我 因為我 我就剛剛想 我剛剛就想問你 你 你認不認識蒋萬安 還有你跟你 叔叔輩的熟不熟這樣子 都不熟 對對對 不過那有可能有一個問題 是因為我是佔負面角色啊 可是你們過年會聚餐吧 不會 那個 就人家就不認了 不是啦 我說你過年會不會跟 我的叔叔會找 講友松跟講友常 那當然啦 你就是 那你過年不會跟哥哥吃飯什麼的 會跟哥哥吃飯啊 就講友柏跟講友常啊 他們以外都沒有 所以那個事情過後 講友柏跟你一年不聯絡 你剛才也不聯絡一年 那時候你新聞講的 那之前之後都基本來說 沒什麼在聯絡 可是他之後有沒有還是有釋出善意吧 開始 開始 有可能感覺 我覺得 就很像在肯將有一個教練 叫利玉哲 他本來很不喜歡我 但我後面好像發覺 他不是真的很不喜歡我 他只很失望 就覺得我 就是太做自己了 沒認真 他很不爽這一點 然後江有波其實也是 他其實很看得起我的人 然後因為 我沒有達到他想要的樣子 他再不爽我 哥哥的一個期待 那因為最近就好很多了嗎 就不會吵架了 那很好 長大了 然後之前都會真的吵起來 那平常 平常跟你一起 你平常都在做什麼 真的吵起來你也打不過他吧 跟他超壯的 對啊 難說 沒有江有波超壯的 江有波也老了 要看什麼策略吧 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要把我創到一個門 還是什麼類似 我已經在 他已經在腦內想要怎麼打哥哥 因為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都想要看我跟他打 那蠻好看的 你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他一定不會參加 那不然 那你先給我幾億美金吧 然後說那我會產生幾億美金的價值 但是我的重點不是產生幾億的價值 是你想打 我是要錢 不是你想打 也是 以前好像我們兩個都太鬥爭了 如果全上邀請到你們兩個對答 哇這個超屌的 這個話題 我覺得真的 但是你以前 我真的會蠻怕怕的 你以前跟他 你以前跟他差太多歲了 他 那麼壯的問題 太重了 是他會 因為情況變超認真的 但你以前跟他差蠻多歲 所以小時候你一定打不贏他 長大比較有機會 你小時候打過架吧 還好 還好就是有 都是玩 都是玩 玩摔角啊 所以你跟友伯比較close還是有償 應該算是有償吧 兩個都沒什麼在聯繫 好慘 那你常看到你媽嗎 我每個禮拜會去找他一次 那很好 很好 開始學會孝順 我本來很不爽他美國學校的事情 我到後面我覺得幹我媽老了 我真的可以棄他十幾二十年 八次我可以棄他十幾二十年 但我很怕的事情 太久了 是我有一天如果原諒他 然後沒時間的話怎麼辦 我會說好吧 就提前 對啊對啊 你長大了 你真的長大了 有時候那個父母的節最難節 就你真的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他不挺你 你會很 我現在有點偏向心理治療 You see That's not saying 我真的很怕這一點 沒有沒有 我們只是那個稍微帶到一下 沒有要賣課程 你不是最近有在賣課程嗎 沒有那是老舍的 那是心理治療 對啊 可是你賣課程你怎麼會找尼克欣 不是是尼克欣說他想學 不是你如果找我 學生會更多 你怎麼會找尼克欣 沒有那是他想學 我說好 像在那個海報上 如果我們兩個人照片 一定超多人報名 那麼那個是他想學 我說好 他報名嗎幾隻小貓 賺了幾毛錢而已 你在幹嘛 可以找你 沒有那個是他很想學 我說好那你去弄 你們應該做個線上課程 對啊 聽說Peter哥哥他媽的 線上課程賺了一千多萬 線上課程很好賺 熊仔也賺很多錢 還是我們兩個弄線上課程 對啊 饒舌線上課程啊 我覺得弄幹話線上課程 沒有啦 我們要弄線上課程 認真教的 那個press play 我們兩個組一個老師的團體 然後去教 可以考慮 要不要 找尼克欣他媽賺什麼東西啊 沒有要賺 那個是就是他想學 然後有些youtuber想學 那我就開 那你們 你去找人來 限動學生媽媽兩三隻小貓而已 沒有啦 有開兩三個班 OK啦 我看到你有線上課程 你要不要開 你開全集的啊 我很想就是我沒那個層級 全集小攀 全集小攀就開了 你開一個那個啊 如何當個權貴 如何一輩子不工作 你就開一個 如何當個權貴線上課程 怎麼樣六歲賺一百萬 那你認識連勝文嗎 不熟 有見過 我有見過連戰 你有見過連嗎 好像很熟 我有見過連戰 對對對 對對對 你有跟他聊天嗎 太小了 那個時候我爸還活著 那很久以前 跟你連戰聊天 感覺很痛苦 他眼睛會一直眨 我真的不知道 我都 沒什麼在 也不太喜歡跟那些人 聊吧 要說是你我也不喜歡 我比較喜歡 人家都說我比較 普遍一點 有的時候人家會 說我是在滾在地板上的講家 OK 滾在地板上 滾在地板上 我也要去滾 可以滾我也要滾 比較chill一點 很開心 例如說今天聊天很開心 拍個節目 有一些人看 多棒 對 那你都在哪裡練拳 啃匠 啃匠 啃匠就是那時候 你打完拳上 我們去吃飯 然後那邊一群一座 都是啃匠的啊 是嗎 喔 是嗎 我跟你還有Toro 旁邊有一座群是啃匠教練啊 是喔 那是誰 啃匠是不是 跟Toystar那個人是誰 跟Toystar 中培生 中培生有在啃匠練 啃匠是不是帶那個 李玉森的 對的 那我知道 中培生你一定可以打贏他 中培生感覺超軟的 我不敢跟他打 為什麼 你會揍你的老闆嗎 他是你老闆啊 like let's say 在拳上 他付我一堆錢 然後 你會揍你的老闆嗎 你不會覺得很尷尬嗎 要揍啊照揍啊 Toystar好像就是像這樣子 大家他也賺了不少 可是你辦拳上那個比賽的那個主辦單位 後來是詐騙啊 是嗎 虛擬幣啊 對阿虛擬幣是詐騙啊 後來跑路 後來跑路啊 你不知道 JPEG 後來虛擬貨幣的啊 捲了一些香港人的錢 走 但還沒有賺到台灣的錢 當初看到那個女老闆就覺得他是騙子 哈哈哈哈 當初還說什麼 好可愛 認識一下 幹娘 滿正的啦 滿正的 可是沒想到是一個女騙子 沒有啦他有可能是受害者 因為他是 他絕對不是受害者 因為他是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發言人 對啊 他沒跑啊 他是發言人 還是其實他有一個秘密錢包 這我不知道啊 就虛擬貨幣就很多這種冷錢包 反正他沒跑 他那個 IG都是什麼Lamborghini一大堆 對阿 粉紅色藍寶 對啊 其實他有一個冷錢包沒在跟你說 對啊 有可能啊 我也有冷錢包啊 對啊 反正沒跑 我也有冷錢包啊 你們20塊啊 20塊 20USDT 他在捲煙 然後警察以為他是大麻 有嗎 有 你有一個新聞 那個有上新聞 有上新聞 然後後來驗過以後 原來就是正常菸草 不錯 有做功課 有做功課 我都沒看那個新聞 從那個之前他上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follow他 喔 那時候蛋頭超喜歡他的 蔣有青 蔣有青 哪個蛋頭啊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 以前跟他同個團體 然後就看那個新聞 然後媒體也很壞 說蔣有青為何會變成蔣不聽 我想說這記者是怎樣 在寫勞蛇還是怎樣 喜歡家運 以前體育班也是啊 對啊 體育班一天一到五 禮拜六覺得 今天不用成潮好爽 你是做什麼體育啊 以前是柔道 喔 我是籃球 他是籃球 我很怕柔道欸 因為是MMA才怕 如果boxing不怕 對啊對啊 因為我有被柔道摔到地上過 喔那很痛喔 館長最近去參加柔道比賽 那個柔術比賽 柔術比賽 拿冠軍 兩個人啊 可是他至少敢參加 對啊至少敢參加 對啊 而且他柔術真的是蠻強的 我看他跟你 對啊我真的覺得館長蠻強 雖然他 兩個人比第一名 他怎麼那麼大隻啊 對啊 但他真的蠻強 可是他旁邊 他比館長還大隻欸 他們兩個站在一起的時候 他比館長還大隻欸 沒有但他館長中槍之後 變瘦一點 他之前中槍之前 真的很大隻 好像140 130 他超大隻 他中槍之後有瘦一點 在後台的時候我看到館長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館長謝謝館長 館長漂亮喔 他都不理我 人家 他旁邊一堆保鏢一直瞪我 人家很忙啊 那也是 我也是目前他才會理我 幕後的話他也是蠻忙的 館長蠻大咖的吧 對啊我密不到他 我都要密他的公關 館長就是 靠嘴巴一直撐 做起來的啊 就一直在評論別人 一直在評論別人 然後後來嘴巴太丘 被人家開槍了 對啊 對啊 對 當然他很棒啊 館長人不錯 人不錯 很憨厚啊 除了我們有其他人找你嗎 第一次 第一次人家找我就是你們 你說錄這個 對啊 哎呦我們那個開錄先鋒 對 你上過我們節目的人之後都更紅 對啊對啊 對啊 我看你們那個流量還蠻高的時候 對啊對啊 變成心理治療 其實我們的Podcast更高 這不是就是Podcast 對對我們Podcast 我們的短影片更高 對對我們短影片更高 Podcast很高 YouTube還好 我們Podcast我記得很高 所以這是 這是什麼Podcast而已 就是YouTubePodcast都有 但Podcast特別高 真的假的 你說用聽的人特別高 對用聽的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都是睡不著覺吧 我上去逛師大夜市啊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然後旁邊就有一個人 他在那邊 就是一直在笑然後戴耳機 我想說他在看什麼 他在看寵物共同室欸 我還不想叫他 我很好奇 為什麼你們的節目叫寵物溝通師 寵物公司就是 他是我的一句歌詞 因為寵物公司我覺得很像在唬爛 你知道 就是一直在幫大家 就是幫寵物溝通 我覺得 就是來上節目的 我們兩個就是在唬爛 來上節目的那個歌手啊 或者是 厲害的藝人 他的粉絲就像 他們的主人 所以我們是幫你跟你的fans溝通 了解 我們是寵物公司 你是寵物 你是寵物 你是PAT 幫跟想了解你的 其實寵物還不錯 我很喜歡說我老婆是我寵物寵 誤化女生喔 我不好你知道 那我寵 用寵這個詞還不錯 你要寵你的女生 你知道我現在在錄有沒有 我腦都已經想到哪一段 要剪那兜音 他剛剛講幾個超爆的 我都不用工作啊 我不用工作啊 我不信基督教啊 因為我阿公殺太多人 真的啊 fuck你想想看 他每一個罪 如果是三倍的話 到底有幾個 有幾個倍 對啊 被羞辱 我覺得 你上我們這個之後 會很多人找你 有可能 因為你真的是太real 因為其實很多人就是上他 他自己也不敢講 甚至我們很多人也不敢上 對 但是 你真的 其實 其實 我也有點不敢上 你來了 你已經來了 但是我很喜歡說 我都跟 因為我有的時候 會帶一些選手 還是什麼時候 我都跟我說 我其實很怕你一直感覺不出來 但你已經 坐在這邊了 你已經坐在這邊了 就來的時候 聊得很順還是什麼類似 但是來之前就 有點緊張對不對 對啊 他還以為 因為我跟尼克星比較好 他還以為我要設局套他 對啊 因為他跟小潘比較好 跟小潘比較好 那位小潘 小潘 小潘現在這樣子在跟我說 那怎麼辦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好像也有創他的媒體的 東西 真的不知道 到時候才知道 好吧 真的是fuck 撐流量 撐流量 但還好 因為小潘跟Pita也不錯 對啊 我跟Pita也不錯 對啊 可是我不太欣賞尼克星 我覺得他還很好笑 開玩笑的 開玩笑 他當初的影片都抄襲 我就蠻不欣賞 對 我每人都照三天 他之前交拳擊的影片都是抄襲 他有一個什麼 Tony Jeffries 一個英國的拳擊手 全操 欸我現在是叫他來 我們直接笑他 叫尼克星來我們笑他 對 叫尼克星來笑他 你跟尼克星可以打一場欸我覺得 我老婆有在說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現在 比如說20歲的你 或是現在不被認同的小朋友 這個問題好 這個 你有什麼 我覺得 你有什麼話想跟以前的你 或是現在 其實有 這些小朋友 我感覺對你酸民的人永遠都不會開心 他們其實只有一個時候會開心 那就是你失敗的時候 對 強導眾人推 所以你太 我以前我很在乎人家對我的意見 所以我會一直改變 一直改變 然後我突然發覺他們意見好像真的確實在傷害我 然後我發覺 這些酸民好像只有想要看我失敗才會開心 我覺得這是人性 不是只有酸民 就是人都喜歡看到別人失敗 有的是 我其實蠻喜歡看我朋友成功 但是我有的時候會覺得 幹你太成功 我會覺得 沒面子 所以你要怎麼 會吃醋 你要怎麼告訴小時候的你 你要怎麼化解 like I said right like you know 你不要別聽那些 因為有一些人真的就是 就是想看笑話 就是你只有 你只有失敗 你自己如果不想失敗的話 你需要了解一個事情 就是對方只有看到你失敗的時候 才會真正的開心 所以就 don't give a 我之前很在乎 然後我真的搞垮我自己 我本來超爽的 超爽的 就是那個 那個 抽屜拉出來50萬放在那邊 我剛剛有時候抽屜拿出來都是槍 對啊 就一堆厚厚一跌現金就放在那邊 oh fuck 現在沒了 我一直是為了人家改變我的想法 還是什麼類似的 如果我就很認真的聽我自己的話 就會很開心 最近我也在充公司啊 很多人都說我做不起來什麼什麼 因為我的背景什麼什麼 對啊 但是現在好像終於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小嫩草長出來了 就 講得很好 今天很開心 有心來啊 對啊 那個玉琴棒 玉琴棒 大哥好 那我們之後呢 我們在那個留言下面有什麼想問有心的 也可以在他們的頻道下面 然後想問的問題說不定以後他真的開頻道了 他就可以回答那些問題 或者下次回來啦 因為說真的我應該不會看這個影片 你要 你聖誕節要去美國 沒有啊 我要去美國幹嘛 我都 我是恐怖分子 那我真的是恐怖分子 我如果下次有不錯的題材 歡迎你再來玩一次 oh yeah 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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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你真的 怎麼能講自己是恐怖分子 他真的real到我自己都說 你不要再講太多了 所以我很害怕啊 太屌了 他真的太real 我很害怕啊 對啊 我以前也算恐怖分子 對你覺得 我在美國是 裂成恐怖分子 真的假的 那美國學校的事情 聽人家說啦 然後現在媒體沒有了 但是人家說AIT 在媒體上面說 我是恐怖分子 我被裂成恐怖分子的單了 然後後面他們就又收回了 所以你現在去美國 他們還是會監控你啊 我不知道 我不敢去 我不想去美國 美國幹 人家每次都說大陸很差 但是我覺得大陸沒流浪汗 乾乾淨淨的 東西不貴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 美國很危險 物價偏低 是大陸 然後 美國東西爆貴的 你要付小費 超危險的 一堆竹蟲 一堆槍 為什麼我要去美國啊 我真的不懂 我真的不懂 很多台商他媽的 如果是我的話 我在大陸有個工廠 我賺了一堆錢 我會愛死大陸的 我會說 你們是我最好的朋友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知道 下面有這樣 包的奶這個詞 但是 最近不是還有一些民進黨的人 也是被抓到包的奶 他說不是他自己 他說那個影片不是他 還可以掰欸 厲害 好感謝友情來 謝謝友情 謝謝你們邀請我 蠻好玩的 好我們從這集到這裡 Peace out 拜拜 讚讚讚